关于骨盘木盘的问题 从两个方面来讲 收藏的角度 建议大家不要盘 学习的角度呢 建议大家从原始状态盘到它脱胎换果 即使是这样 有这么几种情况 是建议大家不要盘的 首先第一个严重盖化 或者是产生土石土咬现象的 这种是不要动了 因为在盘玩的过程中 它表皮已经很舒服了 很容易脱落 失去它总体的原始的面貌 第二种情况 大沁色 或者是沁色比较丰富 预期也不要盘 因为这种你在盘玩的过程中 它的沁色会随着你的体温 随着你溅水 随着空气氧化 沁色变化 失去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大灰皮的玉器 建议大家也不要盘 因为灰皮在盘玩的过程中 它会反复的吐灰 并且其他的一些入主特征 也会发生变化 失去原始的状态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玻璃光的玉器 玻璃光的玉器在盘玩的过程中 会变得很油锐 失去玻璃光的状态 但在收藏的角度 这几种情况下 这件东西又比较公平了尾的 大家就不要去盘了 保持它的原始状态 这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